大家好,我是宜美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炒黄豆芽的家常酒吧 现在这些食材给它清洗干净一下 非常简单,就这些 切起干净的话,我们来切一些小料 这样给它切成片 切成马蹄片 切两个青红椒用来配色,比较好看 再切成圆 锅中烧水 水开后,下入黄豆芽 焯下水 可以切除豆芽 大概焯了两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倒出来沥干水 然后倒出来沥干水 锅烧了 下入适量的油 然后放几粒花椒进去 把油炸一下 然后转小火 下入姜葱 和下入小薯豆瓣酱 倒出姜葱 倒入姜葱 倒入姜葱 下入小薯豆瓣酱 炒出姜葱 半分炒 然后倒入姜葱 入姜葱 倒入香草 拌出 翻炒 左爪盖 现在要起条位 上面少许黏 放在里面一点黏油 放在里面 鸡精 放在里面比较粉 白糖 白糖少许黄鲜 白糖少许黄酥 蒜蒜 放炒至化碳调料 白糖少许黄酱 蒜蒜 蒜蒜 再加一大牛肉 加一大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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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锅装盘 一道既简单又好吃的家常小炒 已经做好了 一道既简单又下饭的家常小炒黄豆芽已经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下看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我是农家鱼美 喜欢鱼美的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